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他长相普通 气质平庸 在人堆里一点都不显眼 他工作平平 整天忙忙碌碌 没有取得过像样的成就 但也在精打细算地供养着家庭 总体上说来 他算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好人 一个体贴的爱人 慈祥的长辈 其实 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一生的写照 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 求学 结婚 生子 每天忙忙碌碌 赚钱糊口 把孩子抚养长大 然后体面地退休 替儿女带带孩子 发挥发挥余热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你好 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 每天读本好书 让思维来一次新陈代谢 今天我们解读的书是 月亮和六辩识 作者毛母 这本书是毛母的作品 人生三部曲中的第二本 也是他最知名的一部代表作 这本小说 很多人可能都听过 毕竟太有名了 这本书让月亮和六辩识 几乎成为理想和现实的代称 这本能让《村上春树》连读两遍 首不试卷 让张爱玲 于华等文化大咖 深受触动的书 到底有什么魅力 在《月亮和六辩识》这本书里 主人公作为一名极端的理想主义者 展现了理想与现实最激烈的冲突与碰撞 就像英国作家吴尔夫所说的那样 读月亮和六辩识 就像一头撞上一座高耸的冰山 令平庸的生活彻底解体 那么 这本《月亮和六辩识》 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又能带给我们哪些人生启示呢 接下来 我们一起走进这部文学名著 主人公查尔斯 月亮和六辩识里的主人公查尔斯 原本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过着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 他是一位证券经纪人 收入还算不错 在伦敦购置了一处房产 与妻子共同养育着一儿一女 在旁人看来 他是经济宽裕 生活体面的中产阶级 家庭生活也和睦幸福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到他的晚年生活 就像书里所写的那样 他们将会体面地退休 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备受子孙后代崇敬 在度过这段并非无用的快乐人生之后 他们将会寿终正寝 入土为安 然而 主人公查尔斯 却以一种最极端的方式 打破了这样的安稳生活 没有一点预兆的 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儿女 独自前往巴黎 究竟是出于什么理由 让这个木讷无趣 半生平庸的男人 突然就做出了抛家弃子的决定呢 我与查尔斯初始 在那个年代 伴随着英国经济蓬勃发展 证券行业也水涨船高 查尔斯作为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 这份工作不仅给他带来丰厚的薪水 也让他拥有了体面稳定的社会地位 以及一个看起来美满幸福的家庭 查尔斯与妻子结婚十七年 育有一子一女 夫妻二人的性格几乎截然相反 查尔斯沉闷无趣 少言寡语 他的妻子却热情好客 善于社交 我认识这对夫妻 就是源于一次社交聚会 在这场聚会上 我认识了查尔斯的妻子 随后经过查尔斯妻子的介绍 又认识了查尔斯 突然有一天 查尔斯从巴黎寄来一封信 给自己的妻子斯特里克兰夫人 上面写着 我已经决定要和你分开 今天早上我会去巴黎 我不会回来的 我的决定不会改变 就这样 查尔斯舍弃了自己拥有的一切 高薪的工作 幸福的家庭 以及稳定的生活 独自前往遥远的巴黎 没有一句清楚的解释 也不带一丝愧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大惑不解 但是最终 人们一致认为 查尔斯肯定是和情人一起私奔了 于是我受斯特里克兰夫人的委托 决定前往巴黎寻找查尔斯先生 去看看 她是否真的适合小三私奔了 斯特里克兰夫人 还让我给查尔斯带去口信 告诉她 自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女人 不介意她做了什么 只要查尔斯能回心转意 所有荒唐事都可以既往不救 于是 我带着斯特里克兰夫人的口信 来到巴黎 在当地的一家旅馆里 找到了查尔斯 我在巴黎见到查尔斯 出人意料的是 查尔斯根本不像人们猜测的那样 住在豪华的房间里 在高档的餐厅吃饭 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天天去赌马 夜夜逛剧场 与美女寻欢作乐 恰恰相反 她住在一家昏暗不堪 脏乱污浊的小旅馆里 穿着破旧邋遢的衣服 全身上下只有一百英镑 过着饱一顿鸡一顿的穷日子 查尔斯的生活状况 让我感到大惑不解 查尔斯约我到酒馆喝上一杯 我当然同意了 毕竟自己是带着 劝说查尔斯回心转意的任务来的 接着 我们两个人之间 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在同床共诊十七年之后 却这样把她扔下 这难道不是很可恶吗 你让她怎么活下去 我已经养了她十七年 她为什么不改变一下 自己养活自己呢 难道你不在乎她了吗 完全不在乎了 你要想象你两个孩子 他们是多么乖巧的孩子 你是说 你再也不想跟他们有任何联系了吗 现在他们长大了 我对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查尔斯的回答让我很恼火 本来我受一个朋友之托 准备将她误入歧途的丈夫带回去 交给霍达大度的妻子的 结果却发现 查尔斯根本油烟不尽 这让我更加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 能让查尔斯这么拒绝呢 但是 追问的结果 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查尔斯说 她抛家舍业来到巴黎 并不是和别的女人私奔 而是为了学习画画 这个理由实在让人惊讶 要知道 她已经是个四十岁的中年人了 之前从未学过画画 就算她现在孤注一掷 成为大画家的可能性 也微乎其微 顶多能当一个三流小画家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可笑梦想 放弃安稳舒服的现实生活 这又是何苦呢 当我对查尔斯提出这些疑问时 她只是不断重复着 我必须画画 在我看来 此时的查尔斯仿佛被魔鬼附体了 她那股激情和狂热的镜头 实在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但却又令人动容 斯特里克兰夫人 得到查尔斯的回答之后 我回到了伦敦 把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切 如实转达给斯特里克兰夫人 虽然这位可怜的女士 大为伤心和愤怒 但她最终还是接受了现实 就像查尔斯说的那样 她要靠自己养活自己 靠着之前社交积累下来的作家人脉 斯特里克兰夫人 很快找到一份打字员的工作 发展到后来 甚至拥有了一间打字所 至于两个孩子 就由她生活优渥的姐姐和姐夫来照顾了 再次遇到查尔斯 五年后 我在伦敦待腻了 准备到巴黎住一段时间 好给平淡如水的生活增添一些惊喜和刺激 令人意外的是 在巴黎 我再次遇到了查尔斯 很显然 查尔斯的近况不怎么样 依旧住在一间破旧脏乱的小房间里 当初从家里带来的钱早就花完了 只好四处打零工挣钱 她给英国观光客做过导游 做过专利药品广告的翻译 甚至还做过粉刷工 而她的画家之路也走得很不顺利 由于她不愿意拜其他画家为师 全靠自己摸索 因此画得很吃力 画出来的作品也不被大众欣赏 甚至有人认为 她压根就没有艺术天赋 在我看来 对于查尔斯来说 现实根本没有意义 相反 她其实一直生活在梦境里 她五年来做的 就只是把自己强烈的个性 一股脑倾注在画布上 心无旁骛 只专注于自己在脑海里看到的东西 但当这股激情耗尽的时候 她就会对自己画出的作品 失去兴趣 因此 她很少能把一幅画画完 对自己的作品也从未满意过 就这样 查尔斯的日子过得非常窘迫 生活最困难的时候 她每天就靠一片面包 一瓶牛奶充饥 生病时 甚至连看病买药的钱都没有 只能躺在床上 忍受病痛折磨 幸好 她遇到了一个名叫斯特罗夫的人 向她伸出援手 斯特罗夫 斯特罗夫是个慷慨善良的人 虽然他本人是个三流画家 但艺术审美眼光却是一流的 她认定 查尔斯是个绘画天才 经常帮衬她的生活 向买卖画作的商人推荐她的作品 这次 她把生了重病的查尔斯 接到自己家 精心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按理说 查尔斯应当心存感激 日后好好回报斯特罗夫的知遇之恩 谁知 查尔斯反而和斯特罗夫的妻子 布兰奇夫人勾搭在一起了 确切地说是布兰奇夫人爱上了查尔斯 查尔斯的行为简直是恩将仇报 更令人气愤的是 她和布兰奇夫人在一起没多久 便再次抛弃了这个可怜的女人 在她看来 无论是布兰奇夫人 还是自己的老婆 她们根本不理解自己伟大的灵魂 只想把自己困在她们身边 用查尔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男人的灵魂在天际游荡 女人却想将她囚禁在自己的帐本里 面对我的愤怒指责 查尔斯却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不需要爱情 我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这是人性的弱点 后来 我听说查尔斯离开了巴黎 去了港口城市马赛 再次踏上了流浪的旅途 此后多年 我一直没有收到关于查尔斯的消息 查尔斯的落脚点 过了很多年后 我来到了位于南太平洋的塔西提岛 这里也是查尔斯的最终落脚点 从岛上的各色人口中 我听到了查尔斯后半生的故事 当年 离开巴黎到达马赛之后 查尔斯过得更加潦倒 她吃了很多苦头 最终 她辗转来到塔西提岛上 并与一个名叫艾塔的当地女孩结了婚 从此便在这座岛上度过了自己最后一段人生 风景优美 远离沉潇的塔西提岛 激发了查尔斯的灵感 在这里 她似乎才真正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人生 就像她初次见到塔西提岛的时候 说的那样 她立刻知道这就是 她毕生在寻找的地方 在岛上的三年时光 是查尔斯一生中最幸福 最满足的日子 但不幸的是 来到这里的第三年 她就染上了麻风病 一种无药可治 只能等死的可怕疾病 在人生的最后时光 查尔斯没有痛苦身影 也没有怨天尤人 而是把自己整日整夜地关在房间里 更加醉心于艺术创作 到了最后 即便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 她仍然没有放弃 在爱她的陪伴下 查尔斯在墙壁上 画出了一幅大型壁画 一幅凝聚了她一生心血的杰作 当这幅壁画完成的时候 查尔斯静静地在房间里坐着 虽然她早就看不到任何东西了 但也许在那一刻 她所看到的 比之前一生看到的还要多 这幅壁画带走了 查尔斯躁动不安的灵魂 很快 她便坦然 安静地迎来了自己的死亡 在临终前 查尔斯·比艾塔承诺 在自己死后 放一把火 把整间屋子 连同那幅壁画一同烧光 一块木板也不留 那确实是一幅无与伦比的杰作 据唯一有幸 见过她的一位医生说 唯有潜入人性深处 并已发现许多美丽又可怕的秘密的画家 才能画出这样的作品 唯有已经见识过 不能为凡人所知的神圣景象的画家 才能画出这样的作品 画中的意象是原始而可怕的 是非人的 这幅画让她隐约联想起传说中的黑魔法 她既美不胜收 又滴流下俗 就这样 查尔斯短暂跌宕的一生结束了 很多人在第一次读完这部小说后 总有一种意犹未尽 觉得缺了一点什么的感觉 仔细想来 或许是因为 查尔斯从一个老实本分的中年男人 到一个冷漠自私的古怪画家 这中间的转变过程过于突然 让人难以理解 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 我们必须被告知 主人公的某些心路历程 我们必须看到他对自己的感受 更充实 更详尽的评论 而不是一味地说 见鬼去吧 那么 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查尔斯这个人物 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呢 这就要从查尔斯的现实原型说起了 月亮和六变式的主人公原型 是法国话坛巨匠保罗高庚 高庚年轻的时候 曾经做过海员 后来又进入证券交易所工作 成了一名股票经纪人 还娶了一个美丽贤惠的妻子 两人婚后生了五个孩子 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后来 在朋友的影响下 高庚接触到绘画 很快就疯狂地迷上了这门艺术 为了专心创作 高庚干脆辞掉了证券交易所的高薪工作 后来还与家人决裂 一个人从巴黎搬到法国西北部的 布列塔尼地区的一个小镇上居住 1891年 43岁的高庚不顾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孤独 到了遥远的南太平洋塔西提岛 正是在塔西提岛上 高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创作出一系列 极具韵律感和形式感的杰出画作 但由于生活费用高昂 高庚便卖了自己的土屋 又搬到了一个叫多米尼加岛的小岛上 1903年5月 高庚因病去世 留下一副尚未完成的画作 毛母二十多岁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高庚的画作 就成了这位后印象派大师的忠实粉丝 高庚在塔西提岛上创作的作品 更是让毛母倾心不已 为了追随偶像的足迹 1916年底 毛母从旧金山出发 一路途径下威夷 萨摩亚 斐济 汤家和新西兰 最终抵达了塔西提岛 亲眼看到了高庚看过的风景 也体会到了画家当年的心境 正是这次南太平洋之旅 让毛母产生了提笔写点什么的念头 毛母就以高庚的人生经历为素材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创作出这部《月亮》和《六辩识》 一方面 从人性的角度来说 查尔斯是一个无情 自私 冷漠 甚至残酷的人 总之 作为一个人 实在乏善可陈 但另一方面 他又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 为了心里那一丝梦想 甘愿背负着贫穷和苦难 迈着艰难的步子不断前行 又让人不得不心生敬佩 可以说 查尔斯的人生 就是在孤独中迷茫 在孤独中跌撞 在孤独中成长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孤独让他的灵魂变得自由而充实 不难看出 毛母在刻画查尔斯这个人物时 是怀着欣赏和同情的态度来写的 他在书里把查尔斯比作 古希腊神话中的半兽人马西亚斯 马西亚斯的笛子吹得特别好 所以向音乐之神阿波罗提出挑战 比赛乐器演奏 两人约定输了的人任由对方处置 结果 阿波罗获胜之后 马西亚斯被杀死了 在毛母看来 无论是神话故事中的马西亚斯 还是他笔下的查尔斯 他们身上都有着人类最原始的激情 正是在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驱动下 查尔斯才毅然决然地推翻安稳舒适的生活 踏上了一条不为世俗所容的崎岖道路 他临终前完成的那幅壁画 既是他毕生追求的灵魂之作 也是毛母对人类精神的一曲赞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毛母与查尔斯是同一类人 他们都试图通过艺术创作 朝圣心目中的那轮明月 也正是因为这样 毛母才在书里写道 查尔斯是个可恶的人 但我还是认为他很伟大 理想还是现实 那么毛母在这部小说里 提出的最核心的人生命题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从书名中就可窥见一般 曾有一位作家 对毛母的另一部作品 《人性的枷锁》里的主人公菲利普 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他和许多年轻人一样 为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 对脚下的六辩士视而不见 毛母很喜欢这句评论 于是就有了 《月亮和六辩士》这个书名 书名中的月亮 既象征着崇高的理想追求 也象征着主人公查尔斯 后半生的清贫生活 六辩士则代表着 令世人趋之若鹜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而这部小说所折射的 正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那么平庸淡舒适的现实 跟崇高而轻苦的理想 你会选哪一个呢 回想一下 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某个阶段 是不是也曾面临这样的抉择呢 在多数情况下 每一个对月亮充满向往 义无反顾追求理想的人 往往过着一贫如洗的 辛苦日子 而那些为了六辩士辛苦工作的人 时间久了 就会把六辩士当成月亮 把它当成人生的全部追求 似乎在月亮与六辩士之间 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难道真的只能二选一吗 其实毛母在书里早已给出了她的回答 难道做自己最想做的事 生活在让你感到舒服的环境里 让你的内心得到安宁 是遭见自己吗 难道成为年入上万英镑的外科医生 取得如花美卷 就算是成功吗 我想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 取决于你认为 你应该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应该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她写这部小说的本意 并不是想让我们彻底放弃现实的生活 孤注一掷地投身于理想 她只是想提醒我们 即便是为了生计 不得不日复一日辛苦工作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抬头看看月亮 因为人生路途漫漫 仅仅为了活着 我们的人生岂不是太过苍白了 其实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 都无关对错 因为人生只有一种成功 那就是以自己想要的方式 度过这匆匆的一生 只要在生命的尽头时 能欣慰地说上一句 此生 足矣 那就够了 查尔斯带给我们的思考 查尔斯原本是一位经济宽裕 生活体面的中产阶级 家庭生活也和睦幸福 如果不出意外 她会像大多数人一样 过着平静的日子 直到离开人世 但她却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 放弃了安稳舒适的生活 做出种种令常人无法理解的荒唐行为 但她同时也是一个纯粹到极致的人 她的灵魂飘在天上 不被任何世俗的情感和规矩所束缚 在毛母看来 这样一个人 是值得我们去欣赏和同情的 古希腊神妙的石柱上 刻着一句名文 人啊 认识你自己 追求梦想 注定是孤独的旅程 在这个遍地都是六遍世的世界上 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证实自己的本心 在脚踏实地赶路的时候 也能心怀明月 认真生活 恭喜你又听完一本书 《月亮和六遍世》 这本书到这里就解读完了 听了这本书后 你有什么收获或感想呢 欢迎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本书的内容 别忘了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 我们下期见 《月亮和六遍世》 感谢观看